一拳被打失忆 醒来后发现比赛已经结束 猛锤地板懊恼不已 这是一场中日对决 交战双方是日本选手 攻城宽克和中国好胜兵 每次看这种中外对决 特别兴奋 这场比赛也是相当的精彩 好了 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绿数公斤的比赛 红棒穿着黄色等裤的 就是好胜兵 也是来自这个 大纵小武林峰训练营的选手 而且是新兴选手里面 这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排名一直以来呢 在进攻中呢 基本功相比于 其他几个同级选手来说 是非常扎实的 但是一直以来 我们都认为 他缺乏的是那种重击的能力 像与他同一期的 比如赵春阳等等 这样的选手 都是这一批的选手 颜值得很高 而且基本功很扎实 而他的对手 是来自日本的 这个攻城宽克 场面上看好胜兵 把握时机很准 后手拳几次精准 命中对方 日本选手攻击节奏有点乱 拳法不准 虽然进攻积极 但是效果不大 我们看好胜兵 自从在上一次比赛中呢 发现了自己这种 中心能力不足的这个以后呢 现在我们看 打的这种进攻 已经变得比较扎实 而他的对手呢 又是一个善意打控场 不是擅长打中击的 所以对好胜兵来说 威胁不是那么的大方 好胜兵低位积辅 高位积头 现在全路也变得开阔了 而且好胜兵在近身以后 我们发现他的吸法呢 也开始更加主动 而且有目标的 开始对对方进行进攻了 这也是好胜兵的这个风格 在慢慢成熟的一个标志 不光是我擅长打那种 全腿连击 在各个距离 远中近三个距离 在上中下三个方向呢 我都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这才是一个成熟运动员的标志 现在好胜兵慢慢的 在向成熟运动员转变 漂亮 对方的低扫 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好胜兵的身高呢 要比对方高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 对方要比对方高六公升 好胜兵前后的连击 拳法很卓势 而且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好胜兵在慢慢的进步中呢 这个打法越来越扎实了 有点像我们前一段 刚刚夺得这个63公斤 世界王者的这个魏瑞 连续的拳法进攻 好 而且他的拳法呢 又有点像这个 漂亮 抓住对手扫踢空挡 连续的拳法进攻 打得对手直接被动防守 其实打出来了 日本选手战力拼拳打不过 扫踢防守不及时 只能被动挨揍 攻城下一局 要是调整不好状态 大概率会输掉比赛 是呢去防御 这是很正确的方式 第一回合结束 那在这一回合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好胜兵突然变身了 日本这个选手呢 在这个日本中 比赛年度的 就是优秀选手 但是他的这个 推荣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对好胜兵来说 不妨去发挥一下 自己的这个势力 第二局开始 漂亮的联机 有拳有跳膝 打得很开 技术发挥的不错 反观日本选手 打得很难受 向来日本选手 是很顽强 不知道他能不能顶住 好胜兵的疯狂攻击 中近距离 甚至中近距离 进行这个拳腿 和这个膝法的给膝 对方防御以后的 后手之间迎击 对方鼓掌 而目前的战绩是 21战14胜7负 也只有两次KO 因为在之前呢 的确像 这一批的选手 除了凯琴的 坎龙 当然比他们更新一点 剩下的选手 好像在重机能力上 都有稍微有一些欠缺 包括 这个华生斌 包括赵春阳 等等这样的选手 但是赵春阳在上回 对这个尤里克尔的时候 将尤里克尔 这个TKO的方式呢 战胜以后 赵春阳甚至在后面 跟这个恩里克克尔 打了一场以后 赵春阳的整体的发挥能力 已经变得非常的好 而华生斌呢 在这一场比赛 真的是 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受 就好像不是同一个选手 站在这个擂台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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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插空子 打了两个外交叉 很成功 很漂亮 提了一下内线 正能控制一下距离 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说 控制距离对自己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爽的战术 因为自己的身高比对方低 那么B站实际上也不会比 好像比长 而两位选手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这个比较擅长 用拳开路的这样的选手 低扫 双方换低扫了 好人兵的这个角度找得很好 累了吗 日本选手主动拉开距离 互相低扫 这样你也占不到便宜 出拳不准 回防不及时 局势对日本选手不利 好 双方还是保持着对这个步法上的警局 在场上冰想进步的时候 日本选手还是保持着对这个 整个进攻的一个很好的反应 这位日本选手呢 这个风琴宽客呢 曾经是这个 泰拳俱乐部的一个选手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风格里 并不像我们一直看到的 就是我抢走到背景 这种选手 他的这个 对下弹的那种攻击呢 更重视一些 但是我们看 法生兵就是用腿 把腿攻起来 用大腿外侧的肌肉 就生吃你的低扫 然后我用拳法 对你进行迎击 好 你看又是一次 只要 进行这个下位的低扫腿 法生兵就会用这个拳法 去对对方进行反击 那就因为在只有搏击的擂台上 跟泰拳不一样 不是中腿轻拳的 那我们按这个打击的有效次数来说 我们好几点来占优 最后一回合 法生兵的体能也会受到影响 刚才这个前手的平钩 打对方打猎去了 对方很有经验 把法生兵抱住 看法生兵能不能在这个 对方猎下的情况下 抓住这个机会 前后手 顶期 对方对头部的保护 确实不太重啊 一个平衡拳 我们看 我们那张总裁就 裁判在独秒 对方还要 来炮热买包机 弃拳 非常非常漂亮的防御 在全场压制 对方的确在这个 对于头部的防御囊里 上的确是不如法生兵 而且法生兵这种 我生吃你的低嫂 然后我用拳来防御你 缓斩击你的这种战术 也是用的很好 对方很懊恼 日本选手很懊恼 对方说很懊恼 但是没有办法 打到对手的下巴上 这一下子就 就造成了对方的 这个倒地 终止比赛 这一拳容易造成 对方的大脑的 暂时性的失忆 好胜兵一拳打中 攻城宽克下巴 造成对手短暂失忆 黑欧拿下本场比赛 大家觉得好胜兵 打得怎么样 欢迎留言评论 本期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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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